大家写到怎么样啊 写完了的人可以给我一个赞吗 还需要再再改的人可以在checkbox里面跟我说一下 我可以有人写完了还有吗其他人呢你不给出反应我很难知道你写完了没有 那没有反应我就当大家都写完了因为也没有人在checkbox里面实际下跟我说 那我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今天的sample 那个找我眼睛看到了 哦 好来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OK好那Part2呢我们在回忆起看才我们有讨论到的部分就是说他要我们讨论那个关于网络的部分 第一个我们讲到的是为什么大家使用网络那第二个我们回答的问题是这个用网络的危险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第三个是如何在网络上面保持安全 那以下几点就cover在这个sample essay里面 那我们一个个来看啊那第一个他就讲到说internet is undoubtedly a wonderful resource for teenagers 就是说网络世界对青少年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 undoubtedly就是说不可置疑的就你不能怀疑说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resources得到资料的资讯的来源 many use it to help them to complete the assignment 第一个很多青少年呢我们都是用来呢做完成我们的作业 因为我们需要很多资料嘛 像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呢找资料比较麻烦 你要去图书馆你要打开每一本书 你要找简报你要找很多 可是现在网络帮我们统筹了一切 你在google打一个字什么资料都有 所以完成作业的好帮手 第二个呢keep in touch with friends 就是什么跟朋友联系呢尤其是在这个pandemic情况下 我们mco又不能出去跟朋友吃吃喝喝也不能上课 那怎么跟朋友保持联系啊 我们就会用到的所谓的社交软体啊 所以keep in touch with friends 第三个功能呢是青少年最喜欢的play virtual games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online games 现在呢除了是有这个电脑的这个桌机游戏 我们也有手游可以用手机玩 所以这就是网络的目前大家最喜欢最能用到的网络三大功能 but they are risk when using the internet 对用网络还是有风险的 所以他第二段就来回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用网络的危险在哪里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这一段 Teenagers especially can become victims of cyber bullying 那尤其是我们上次都有写作文也有写到这个关于网络霸凌的问题 他说尤其是先 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呢 很容易成为网络霸凌的受害者 Cyber bullying includes sending hateful message to teenagers spreading lies about them or making nasty comments about them 我们先来看这一句先 所以网络霸凌包含什么 包含说送一些比较不好的信息给青少年 然后就是充满一些有害信息啊 或是用的字眼比较粗俗 然后再来spreading lies就是说假的东西 关于说可能我们讲A某他就是可能他作弊啊 但是他其实没有作弊 或是讲说A某他可能说偷钱啊 但他其实没有偷钱 你就说了关于他的谎言 然后可能讲了一句大家就相信怎样 然后还有就是making nasty comments 是关于对方一些不好的留言 可能你在网络上本来是讲这句话 那你取决了他的意思呢 你就在下面讲哦所以你是这样子讲啊你是这样子看不起我啦 这种东西咯 然后这是网络霸凌 那网络霸凌的受害者呢 上次我们都有提到 他们是受到这个精神上面啊 情绪上面的一些伤害 因为呢他们可能会被网络霸凌者说 霸凌他说你再这样子下去啊 你不死都不行啊 那种这个叫死亡威胁 因为有可能讲说你这样子下去 你好意思来我们学校面 你还不敢快滚出我们学校 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些 他做的比较多是言语的 这个是所谓言语上面的一些威胁 还有想说你再来学校我就打你啊 这种就是已经牵扯到 几几个tracks了 就说我要打对方 another danger is the interaction with virtual strangers who have bad intentions 除了网络霸凌的这个危险呢 还有第二个危险就是说 你可能在网上接触到一些是 你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 可是他们 你因为他用网络跟你之间 住起了一个墙 你不可以知道他的真实面貌 你也看不到其实他有这一些 呃不良的企图 比如说他可能想骗你钱 就网上还有什么网链啊 骗色的啊等等的 然后或者是说叫你给他一些不雅的照片啊 然后网络上面 呃就是叫什么 威胁你 他呃他要勒索你 然后这些呢就是第二个网络上面的危险 然后当然呢 哪里是最容易接触到这些对方 就是check rooms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re known to be the target for sexual predators 那他说就是聊天室跟这一个sns叫什么 社交人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交人 社交媒体 他都是成为这些呃呃就是对于想要用色情的部分去呃 target这些年青少年们的一个地方 比较有名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第三段 那他是要回答我们的第三个问题 which就是要告诉我们 如何在网络上面保存安全 那他说however there are many ways to stay safe online 就有很多方法可以保 让我们在网络上面保持安全 make sure you do not review your email and internet accounts to anyone 确保你不把你的这个有有电子邮箱 还有就是任何网络上面的户口资料跟第三方说 就除了那个website的provider他知道以外 还有你知道以外 第三方是不应该知道你的ID也不应该知道你的密码 you should also should also not post details about yourself such as full name address phone number or ot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on the net 第二点呢你也不可以在网络上面 任何的网络可能社交软件也好啊 或者是任何第三方网站也好 你都不可以给对方知道你的全名 你的家地址你的电话号码 或者是你其他的个人资料 然后this will make it easy for strangers to find you 好像有钱人讲很喜欢在那个fd check in 想说哎我我就在这个打慢啊 这样呃那些有企图的有企图的坏人呢 他可能就会在网络上面找到说哦 你就是在这个打慢 他就来这边等你啊 种族待兔等到有一天你出现 然后就害你怎样啊 或者是说你说你刷了卡 然后你不小心把你的整个卡的资料 就PO在网上面 我之前最常看到的是打疫苗的那个资料 就我的朋友要炫耀他打了疫苗 然后他就把他那一张appointment卡的 牌照的放上网 然后我们感慨就提醒他 哎你不行 因为上面有你的IC号码 所以这些呢都是让不法之图 有机会知道哎在哪里可以找到你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 this will make it easy for strangers to find you 这一句呢就很重要是要告诉我们说 网络上呢其实有太多漏洞 不是可以让呃呃呃就是有企图的坏人呢 可以找到呃可以害你的地方 所以大家要小心 那就回到了以上三点以后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120到155个字 125个字的part2的essay 有问题吗 有问题的人可以在chapbox里面 就是提醒我一下 有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人可以给我一个赞吗 让我知道啊里面有问题 都听明白的人 非常棒 哎今天都只有这三个人给我一个给我赞 优秀 谢谢你们 哦我看到更多赞了好谢谢大家 谢谢给赞的人 谢谢你的 支持啊哦更多了优秀优秀 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十分钟嘛 就像上次一样我想要给大家 就是了解一下我们part3可以写到的essay 以至于让我们下个里下 下一次写essay的时候呢可以迅速 大家都可以写到200到250个字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题 your teacher has asked you to write an article 然后呃这个呢就是我们常常每次part3都在写的article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什么online shopping what is online shopping 什么是网络购物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online shopping 它的好处在哪里 how has the trend of online shopping changed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那我们这一次covid19的这个疫情呢 怎样带动这一个网络 呃 呃 像姐姐是用卡刷卡给钱这种东西啊 可能就在我们online banking来付费啊 我们就网购物 尤其是在这个mco期间 网购非常棒 可能你们可以访问看看 妈妈 什么想 帮助你们更好的写这篇文章 那网购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google去了解一下真正的网购是什么 简单来说字面上就是说在网络购物 那购物的范围可以从哪里到哪里大家都可以提到 好处是什么方便嘛 因为他deliver to your doorstep 他直接送到你家门口 你写什么地址就寄到哪 好像我的朋友呢他多数时间是在办公室 那他order网购的时候呢东西都会送到办公室都不会送到家里 很方便就是说你人不在家你在公室也能送你的包裹 然后买东西大大小间都可以买 好像我朋友买过最大件的是电器类的东西 那真的是会寄到你家 而且他真的是 甘想handle with care 就是很小心没有睡 我有朋友买过就是家具类的都是陶瓷跟玻璃制品 这个也可以都是很方便 就是添着家里的餐具然后来的时候小心一点都没有睡 然后现在还有什么食物方面的啊我们的衣服啊鞋子啊 甚至还有一些店家可能他都会告诉你说 什么七天内你可以推回去 然后你可以再换一件这样 以前呢可能网购我们是要透过网购平台 现在可能呢我们可以直接跟店家订购就可以了 然后食物方面呢以前可能网购的都是快餐的 现在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在网上面买 然后什么grocery都可以 I mean不是grocery叫什么 不是那种什么菜啊鱼啊都可以 然后第三个呢 然后covid-19是怎么带动这个风潮呢还是说 怎样改变这个trend呢 你都可以写 你可以写说以前是怎样啊 现在因为covid-19过后又怎样啊 然后他是好的不好的都可以分享 第四题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一个 a wish fulfill的story 一般上我们不是每次之前第五题才是story啊 今天第四题就是story了 那他的这个题目叫做a wish fulfill 就是完成了的一个愿望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必须要写到这个wish的细节 还有他是怎么被完成的 然后要完成这一个故事 然后不多提 我觉得他的发挥空间很大 然后question 5是the welfare club 要我们写一个report report这个这个题材呢我们之前也尝试过了 那这一次呢是也是参观了一个 Casia specific kids home 上次我们是也去过一个home 然后要写一个wish report 然后类似 然后作为这一个club的秘书呢 你被要求要写这一次的wish report 给我们的顾问老师 那我们在这个report里面要包含三大重点 一个重点是objective 那这一次去的他的宗旨是什么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wish 第二个呢是what activities 上次写到的可能这次也可以提 然后再来的是benefits club members有收到什么样子的benefits 然后最后呢 包含了这三大主题的report呢 是要写给我们的teacher advisor看 所以他是有一个template的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之前写过的template 我觉得这三次的这三个题目呢 都是属于我们这几次都有写过 不是说很新的很新的内容跟主题 我觉得大家可以努力的 这次写200到250个字 我其实对大家的这个期待很高了 因为我看着大家一次又一次的进步 所以我对大家的期待是非常高 希望大家可以在两个礼拜后给我的惊喜 是你们已经可以写一个非常完整的作文 一样我不限制你们选哪一题 三四五任选一题 然后趁我们还有一个9分钟 大家可能可以开始draft一下 然后我们6点10分准时下课 然后你们可以在下次的时候 然后给我一个比较完美的作文 是内容的那三他要求的三个内容 你都有写到 然后字数上面也达表好不好 然后大家可以慢慢的在构思到我们时间到下课 那 呃 jame jame你还在吗 jame我看一下 哦 jame你有在 jame如果方便的话 我现在给你那个listening test可以吗 jame可以的话你可以给我一个赞吗 在其他人构思作文的时候 我给你看才那个part1的listening test 好吧 那我们 先来看看其他人可以 不要请我讲话 你们现在构思 有问题的人可以在checkbox问我 我会回答你 那 jame我们来看看part1啊 part1呢 我们每次不是做一个short committee message 他都是一个email style来的 要你回复一个email 那我们看看这一次呢 我们收到的email是什么 是我们新同学发让写的email 然后他想要在学上你们join一个club 他就写说 hi i believe you are a member of career club i'm also interested to join his club 他说我听说你是这一个career club的成员 然后我有兴趣加入这一个club when are the club meetings held 然后他就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club的见面是即时的 然后他第二个问题是who are the teacher advisor 谁是顾问老子 第三个呢是这个club都会办什么样子的activity 然后他就写说i will be waiting for your reply 我会期待你的回复from far out 那我们现在就要based on这一个template 回答一个80个字的email给他这样子 嗯我关掉了ok 那我现在念一遍给你听 你尽量的可以写多少就多少啊 ok to far out a lot allianceabc.com.my far out a b c dot com dot my subject是planning to join the career club planning to join the career club ok来到content啊 hi far out hi far out kong yihang yes i am a career club member yes i am a career club member the club has 35 members the club the club has 35 members club meetings are held every wednesday from 2.30pm until 4.30pm the aim of this club i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various careers that can be pursued by students the aim of this club i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various careers that can be pursued by students the teacher advisers are mr thomas and miss kanaga the teacher advisers are mr thomas and miss kanaga the club holds many interesting activities for its members such as visits to hospitals factories manufacturing plants and construction sites kong yihang do join the career club to you join the career club it will be funkong yihang at least kong yihang jamie ok吗 有跟上吗 有跟上的话你给我一个赞好不好 ok好大家不用担心 假设你真的没有跟到 等一下我会把那个答案放在 什么classroom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ok那大家对于那三大题目有任何不理解的议方吗 如果有不理解你们都可以在那个 可以在那个chatbox里面问我 不然的话我们下一堂课 下一堂课课还是会 还是会跟大家再讲一次呢 其实我是想要现在解释性 希望大家到时候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写上面 因为我觉得差不多半个小时这样 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说我们要去做功课 或者什么不用不用不用你现在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ok那对于今天的课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给我一个赞 因为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下课了 ok一个人没有问题 很好很好 非常好一半的人没有问题 还有另一半的人呢 害羞吗 ok很好 好那我们的课今天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一堂课呢会上回我们 两个礼拜前上的那个tenses 然后因为我们不是 他总共有九个practice 我们只做了三个 剩下的呢我们会下个礼拜做 不用担心有时间有时间 那我们下个礼拜上tenses再见 拜拜